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您会想问 想要有个孩子真的这么困难吗 不过现代人多半晚婚 年龄越大 生育力也越差 高龄产妇到底要做好 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来迎接这得来不易的小生命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听听 名人求子的甘苦谈 好 先为您介绍 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艺人马妞 马妞你好 大家好 我是马妞 好 第二位是中山医院妇产科主任 陈树基 陈主任 主任您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医药记者 全嘉丽 嘉丽你好 主任好 大家好 好 这一次看到这个新闻 大家都替他感到开心 就是王子蕾他成功得子了 不过大家惊讶的点 是说54岁这样的年纪 想要生小孩应该是有点难度 后来看他发表声明 大家才知道 原来他是在美国 是用合法代理孕母的方式 生的孩子 连医生都说 王子蕾真的很幸运 因为我们反观 国内很多名人 也有求子的经验 但是都可以写成一本血泪史 到底有哪些人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演艺界的大姐大 冰冰姐 另外我们看到蓝希梅 刘嘉玲 迪音周丹威 我们看到周丹威 这一次看到王子雷 成功得子 其实她也满感慨 她也觉得说 她自己做了14次的 事管婴儿 我光看这新闻 我都觉得光听都辛苦了 好 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个马妞 她其实之前也曾经 努力求子过 不过你说 你反对代理孕母 为什么呢 你觉得这样 就不像是亲生的孩子吗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今天讲说求子求子 你看这么多艺人都在求子 在最后的结果可能落空 但也有人真的求到了 可是如果说用代理孕母 因为我比较confused 在这四个字上面 因为我都觉得 中间的变数太多 因为小朋友怀胎十个月 因为你是借由别人 来完成一个生命 在别人身上 在别人身上 那个过程会转移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另一半 是很在乎那孩子的时候 他会不会对你的那种感情 已经移转在那个人身上 我很害怕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 虽然在我的婚姻关心里面 曾经有代理孕母这个字眼出来 甚至还找过我妹妹 你想到是动掉脑筋 动到妹妹身上 所以马姐是不孕吗 对就没有办法 因为第一点不着胎 你知道不着胎有很多种 本身身体的机能问题 还有你的软子太脆弱 很容易就不小心就没有 也就是它不能成型 所以我当时有选过 就是在我妹妹做代理孕母 可是应该台湾不合法 那台湾不合法 还有一点我自己的心里 没有办法去 克服太多的一些障碍 你知道吗 当我有家人 就我的家人 我的另一半告诉我 用代理孕母的事情 我几乎有三个月 我没有办法好眠 我一条 我的整别人是空的 我甚至我出门的时候 我很担心 是不是有人会在我家里面 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就会有这种精神压迫 后来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办法走出了那一段 克服了障碍的时候 我就说拜拜 不要 那除了代理孕母 这个是最后一步 在之前你做过哪些努力 因为我看到这些资料 你好像也有去 比如说拜拜啊 办法会啊 这种都做过 那个球子身体绑红线啦 然后绑红线啊 就是球子要绑肚子哦 然后生理期的时候 要特别住要吃什么东西 让他的那个二路排干净 不会有脏东西在里面 包括什么时候做 要看时辰 在做之前还要紧身沐浴 我快加一戒了 都有用过 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就对了 就是可能也经过 要一些考验吧 是啊 因为我们看到医生就说 几岁算高龄产妇呢 有人说35 有人说34 光听到这个数字 其实连我自己都好害怕 感觉这个关卡越来越靠近了 但是现在大家很多人想说 可能也不是我不愿意生 因为晚婚嘛 你晚婚你可能31 32岁才结婚 没想到过了一两年 马上你就高龄了 对 就高龄产妇了 这心理压力 你说真的是压力大 有没有一些还有其他原因 是造成不孕症的 对 其实晚婚 刚刚嘉倩已经讲到 晚婚这个问题 在社会局的统计 我们90年的结婚呢 平均年龄是26.4岁 我说女生 然后到了 这么年轻吗 对 到101年的时候 是29.4岁 快30了 那30岁你再蹉跎一下 可能我刚开始结婚嘛 还是享受一下两人世界这样 然后差不多一转眼就是高龄了 然后更多的人 比如说我们新闻同意 结婚的时候都已经34 35了 那更不用说 他马上结婚就是立刻 就是面临高龄产妇的一个危险 然后另外就是 这个卫生署的统计是 我们90年的时候 这高龄产妇 就是35岁以上产出来的宝宝 大概占11%左右 已经很高了 到了101年 将近两成都是34岁在生的 超过34岁在生 也就是说 因为晚婚的关系 我们会越来越 这个生育年龄会越来越往后退 那就会面临到高龄产妇这个问题 那高龄产妇会造成不孕 会有很多的直接关联 第一个就是它的卵巢功能 衰退 开始衰退了 然后很多的不孕 当然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现代人的压力其实很大 中医叫人家养胎是什么 11点一定要去孕室 对 11点 一定要这个睡眠时间啦 饮食都要配合好 不能吃冰冷的 对 现代人你问哪一个人 11点真的去睡觉的 没有 老人 上班 老人 9点就睡了 对 就以生活习惯来说 压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刚刚我们四季下来在聊说 像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在做孩子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都是高龄 38岁左右 在做孩子的过程当中 做了两三次试管 没有成功 然后医生就会说你要休息 每次都在休息的时候怀孕 怀孕 放松心情的时候就可以怀孕 在做试管 或者在做人工生殖的时候 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那种压力大 我自己的朋友 他做了八次左右 然后每一个月 刚开始都只有打排卵药 没有做试管 每一个月都等着开奖 就等到落红的时候 就知道 哇 又没着床 希望又落空 对 又没有了 那种一次一次一次的落空 其实心里头压力会很大 然后晚婚 当然现在的这个女性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不孕 男生占30%左右 那女生可能占了40% 其他10%是不明原因 可是男女都有这个责任在 现在都不能只怪女生 那这个男生也是一个主因 因为男生的压力大 抽烟喝酒应酬压力大 他们会就变得 精子也会衰退 精子活动量差 精子的这个数量少 小精症是1cc小于2000个 这个精虫的话 就少精症 那这些人会越来越多 那再加上男生 其实老了生出来的 精子老了生出来的小朋友 也会有问题 现在已经最新的研究报告 不是只有女生的卵子狼 高龄产妇 爸爸也要负责任 在父母双方 就是夫妻双方之间 都很忙的情况底下 你说像现在的求子的问题 实在是我们周围一票 几乎每一个人结婚 开始就是面临求子 那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像这样高龄求子心理压力 我这要问了陈主任 他最了解 他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 他说好多的病患 就像刚刚嘉丽有讲 每个月都要开讲 每个月都哭 每个月都哭 我们来问一下 那陈主任你来看 你有一句治理名言 叫说早生早了 不要跟时间赛跑 就是你要生 真的要趁年轻要趁早 但是万一就像刚刚讲 大家都晚婚 一个不小心 就35岁跨过去了 超过35岁 有没有一些增加 比如说受孕机会的方法 可以告诉大家 我常讲 年龄对一个女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 要怀孕的一个关键 那刚刚有提到 就是高龄 高龄那个妇女 那高龄的一个界定 在医学上是指35岁 但在台湾的话 因为有 我们有虚岁的问题 所以到底是足34岁 还是足35岁 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你足34 你算35也可以了 那35岁之后之所以不容易受孕 一方面是卵的品质开始变差了 下降 第二个就是说变差了之后 就算你受孕 小产几率也高了 就算你这个能够顺利怀孕 那个小孩子那个激情的 激情的 这种风险 健康状况也风险高 对 这种风险呢也就相对的高了 所以种种的原因 就是说都会建议说 能生早上 早点生 早了 不要跟时间跟年龄在晒跑 所以你说如果跨过35岁 想要就是生宝宝 没有其他方法 就是你早点生 还是说回来 还是要早点生 好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个 自己的亲生骨肉 因此有不孕的父母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像是刚刚讲 这些除了寻求医生的协助 当然一些名所偏方 求神问卜 或是做法会 这一类奇奇怪怪的方法 也有人会去尝试 还有传闻说 如果你把蜈蚣残宝宝 这类的中药材 吞到肚子里 就可以成功怀孕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